今天上午神舟十四号航天员程组正式的进入问天实验舱 此时此刻航天员们在实验舱内的工作情况怎么样 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总台记者 老师春燕 春燕来把时间交给你 大家好 我们看到现在三名航天员已经开启了问天舱的工作模式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我身后的大屏幕 可以看到现在两名航天员他们正在问天舱内进行工作 刚刚我们已经注意到他们已经把睡眠区打开了 那么问天舱的睡眠区的设置跟这个核心舱还是很不一样 它是两树一横 等于是两名航天员站着 有一名航天员是在顶上趴着 是这样的一个设置 当然其实在空间是没有这个站或者是趴的这个概念的 那么这一阶段我也是请来了航天员系统的总体主任设计师 钟伟威 您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航天员们现在他们在干净什么 航天员上午的工作基本上就结束了 目前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 他正在打开睡眠区做一些简单的一些状态设置 很新鲜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 新的环境 对我们来说也是刚才我们跟航天员们一起感受了一把兴奋之情 在他们进入到这个问天实验舱的时候 在他们打开问天舱舱门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兴奋 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精彩画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交汇对接完成以后 这个时候问天舱已经和天河核心舱形成了一个组合体 包括还有两座飞船 这是问天全景摄像机拍摄的画面 对 这个时候太阳翼应该已经是完成了 对已经完全展开了 二次展开 对 55米的大翅膀已经完全展开了 天河全景摄像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看到 这里可以看到两个翻版太阳翻版 对看到它自己本身的另外也可以看到问天的 好现在我们看到两个屏 一边是问天舱内的画面 一边是天河舱内的画面 其实是容易区别 因为天河舱内堆的东西比较多 货包比较多 是的 都是天舟三号货船留下来的吗 对 现在目前天河舱内放的这些货包 都是天舟三走之前 有些重要的备件 把它挪到这边来的 刚才我们听到打开天下舱门的平衡阀 是的 开门之前先要打开平衡阀 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载人环境之前已经建立了 而且对接通道的负压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平衡的过程 是这样的 包括对接通道跟节点舱 或者是对接通道跟问题舱 它中间是有一定的压差的 为了开启舱门的安全 还首先是要打开舱门平衡阀 确保压力平衡之后 再开舱门 可以进入对接通道 注意关闭舱门平衡阀 陈东带了一个头灯 对 而且手上拿了一个TVOC的测量仪 对 空气质量的测量仪 对 主要是测空气质量 还戴了眼镜 对 这个也是做好必要的防护 节点舱的前向舱门 对 是朝内朝上打开的 对 开启之后 它要做一个对接通道 做一个简单的检查 安装舱门保护罩 然后带着头灯 进入对接通道 做看有没有什么多余物 之类的检查 安全之后 它就可以发 神舟14号 我是北京 打开问天实验舱 对接舱门 进行问天实验舱 TVOC测量 完毕后报告测量结果 一共要打开两扇门 对 下一扇就是问天舱的舱门 对 今天的主角 其实昨天发射以后 大概在五点多钟 就开始进行载人环境状态的设置 对 是的 为今天进驻问天舱 做好准备 对 我们看到问天舱内 货包都是马放得非常整齐 而且环境感觉非常的宽敞 对 直径4.2米 这个航天进入之后 空间会变得更大了 可以看到 现在指令长程度已经进去了 程度已经进入了 对 这回他没有戴口罩 也没有戴护目镜 是的 对于这个问天舱的空气质量 非常的有信心 是的 这个在我们 在问天发射之前 我们地面也做了相应的评估 现在进驻问天实验舱 为了确保就是安全 我们还是 组织航天再测一次 对 他进去以后 还是进行了一次空气质量的测试 是的 然后 另外两名航空气质量才进来 对 问天舱内两个完回插头已经拔下 北京里办 这是我们在太空拥有的第二个工作舱和生活舱 中国空间站建设又成功了一大步 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 盼望着盼望着 我们迎来了问天小伙伴 从今天开始 空间站就进入到了多长短运行时代 我们的太空家园会越来越美好 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工作 建设好 维护好 运行好 我们的空间站 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许理 北京礼拜 祝贺神舟十四号 顺利进驻问天 启用新的太空实验舱 预祝后续载轨工作生活 一切顺利 也感谢纪念全体工作人员 送来了问天舱 你们辛苦了 谢谢 谢谢 这是替他们高兴 要终合他们太空新居又扩建了 可以启用太空新房了 其实对于航天员们来说 问天舱的到来也是一系列繁忙工作的一个开始 我们其实也可以再来看一下我们屏幕上显示的一个问天舱内的画面 可以看到问天舱内堆了很多的货包 那这个货包里边有什么呢 我之前也请教了一下专家 说这个货包里边有这个饮水装置 还有太空马桶 那么这一些装置其实都是需要后续一一来进行安装的 是的 这里面除了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厨房的设备 卫生区的设备 厨房的设备 还有睡眠区的设备 这个带了很多的设备上去 需要防水员载轨进一步的安装和测试 这个才会将来的驻流支持功能提供一个重要的保障 所以毫无疑问 神舟14号城组会成为空间站建设以来最繁忙的一个城组 后续有很多的任务等待着他们 那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感谢观看